大家好,我是Elisa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关于BAD 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 就是躁狂抑郁症 今堂会跟大家分享的关于焦虑症 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焦虑 其实焦虑是与生俱来的正常情绪反应 每个人都会感到焦虑 但是当我们要面对一些事情 例如测验、考试、认识新朋友 或者是要转身工、interview的时间 或者有时候我们接触一些很害怕的昆虫、动物等等 又或者严重到我们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 那就会令到我们会有焦虑 尤其是像以前你学游泳的时间 曾经浸过、预振过 又或者曾经何时试过走火警 又或者自己家里火灾 又或者旁边家里火灾 你不会搞到到处都乱七八糟 那当你听到有火灾的声音 那你会发生的心脖跳 那...其实... 有些人就不懂得去分配 就是担心、害怕、紧张 或者惊恐或恐惧 和焦虑有什么分别 其实简单来说,没有分别的 这里所形容的东西都是关于焦虑 究竟一些恰当的焦虑和焦虑症有什么分别呢? 恰当的焦虑就是保障我们的人生安全 成为我们生活学习的动机 令我们可以向前向 当危机消失的时候,焦虑的感觉也会下降 但焦虑症的朋友就是,就算这个危机已经过了 但仍然会持续一个很担心的状态 而过分的焦虑就会为生活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包括学习、社交、和家人的沟通、工作表现等等 当我们紧张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觉得 一紧张的话,那怎么办? 心血都会变得很快 就会说,为什么会这样的? 因为紧张,害怕,这也是统称焦虑的感觉 刚才说过,是预生俱来的正常情绪反应 所以当我们焦虑的时候,我们会心跳加速,肌肉绷紧,呼吸又急速 在想法中,通常他们的焦虑症病患者会估计一些不幸或不好的事情将会发生 而且后果是可以很严重的 而行为方面,他们就会去逃避,不想去一些会令他害怕的地方或是场合 焦虑症大约有什么种类呢? 其实,儿童和青少年最经常幻想的焦虑症包括以下五种 第一种叫分离焦虑症 他们是很过分害怕父母或主要的照顾者是与者分开的 第二种叫特定性的恐惧症 他持续地害怕动物自然的环境 或者很害怕血,很害怕打针,很害怕整身受伤 或者是好像有些人是很害怕搭车的 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叫做优弊恐惧症 他们很害怕去搭车,或者困在一些很合习的地方 有些严重度的就是,譬如说他搭巴士,搭火车,搭地铁 他们都觉得他的心很害怕 社交焦虑症就是,他持续地害怕一种或多种的社交情境 譬如说,有些人去到中国人,去到新年的时间 看到很多姨妈姑姐,或者很久没有见过亲人 一年见过一次那些 通常问你,就说,你拍拖了没有?什么时候结婚? 就问来问去都是那些问题 每一年都要问这个问题 当你发觉到,为什么很烦 问生都令到我很不开心,很紧张的时间 可能就是当每一个年过节的亲戚来的时间 在他们来之前就已经自出了外出 等到他们走为止才回家 恐慌症就是持续地担心下次的恐慌突袭 或者他的后果,就是恐慌症 而广泛性的焦虑症就是 对他很多事情都很过分担心 而且觉得很难控制这个感觉 究竟你如何去判断自己有没有焦虑症呢? 就是如果当你长期是处于这个很担心的状态 那尽管你遇到的危机已经过了的时间 但你焦虑的感觉是持续不退的 而且是严重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 你的学业或者社交活动的话 就可能你已经患上了焦虑症了 焦虑症的成因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可以分为一个潜伏因素 引发因素和持续因素的 潜伏因素包括了遗传 以及与生俱来的性格 因为有些人他与生俱来 是比较很容易很敏感的 或者我们俗话说他好一点 那些人很酷症的 小小事情就很酷症的了 或者他是曾经过往有些恐惧的经历 或者是习染了一些家长的焦虑 其实举例就是 以前我记得我在葵总医院去工作的时候 曾经何时去拍过一个姑娘 那是很好笑的 他跟我说他很害怕蟑螂 有一次在病房里面 就不知为什么 突然间就走了一只蟑螂出来 很大只那些 他害怕到当然他叫救命 他想叫救命之外 他就整个人跳上去护士站的桌子 直至病房的大姐打死那只蟑螂 肯定打死了的时候 他才走回来 接着他就说 其实他的女儿也学习他的东西 就是当家里有些蟑螂 或者一些昆虫的东西 不要说老鼠了 比如说昆虫有些蜥蜴 或者一些蝕蚁 或者一些蝕蚁 或者一些蟑螂的东西 他也有啰哑鬼叫 也有跳上梳化 他完全是学足他的模式 有时候有时候家长的过分焦虑 也会和言到下一代 引发因素方面 其实生活压力 是例如一些測验 可能是考试等等 或者一些重大的人生转变 比如说亲友 或者自己养了很多年的草物离世 一些突发的意外 或者是药物影响 突然间医生告诉你 你有一个重病 或者跟你说你有癌症 抹期了 或者是一些荷尔蒙失调 这些都是引发因素 持续因素 会涉及到家长的管教 有时候间接鼓励子女去逃避 如果父母都习惯了 用逃避的方式 来逃避恐惧的话 子女都会选择有事的时候去逃避 有些父母 他们会有一些很过分严厉的管教方法 甚至乎有些是反复无上管教方法 譬如说 同样地是一件事 譬如说 爸爸 就会是采取 不出声的 或者他走到一旁的 那妈妈呢 就可能又闹又打 那些这样 那爸爸说 算了够了 不要再打了 那妈妈就说 你不要吵啊 我正在教你 你不要吵啊 这些就是 那些不同的管教方法 会令小朋友很难以适应 那另外呢 有一些是 偏向负面的思考模式 生活失衡 或者感觉不到亲人 和朋友的关心支持 那样 那如果假设你自己 或者你的朋友 或者家人 幻想招累症的时间 你应该怎么做呢 那当然就是 尽快去找一位 精神科医生 或者临床心理学家 去看看你的情况 去到哪里 看看什么时候 开始用药 那就是 招累症 会有什么 最常见的共病呢 意思就是 当你在招累症的时间 你会有什么 相关的精神和情绪病呢 那通常 幻想招累症的 小朋友或者青少年呢 最常见到的共病呢 就包括有抑郁症 或者是同时幻想 多过一种的招累症 那招累症又可以怎么治疗呢 那招累症的主要方法呢 就包括了心理治疗 药物治疗 或者一些合併治疗 那心理治疗呢 就是之前 几堂都说过 关于叫做 认知行为疗法的了 那其实这个认知行为疗法呢 它能够有效地帮助 患有招累症的 义童 或者青少年呢 或者是一些成年人呢 那这个治疗法 主要是透过 启发患有招累症的病人呢 他去了解自己的情绪 他的身体反应 他的想法 和他的行为的互动 的关系和影响 教导病患者呢 尝试是多角度去思考 和一些行为的体验 那协助他们呢 是怎样去面对和处理 他们困扰的难题 那去缓和焦虑的感觉的 那药物治疗呢 就严重受焦虑困扰的朋友呢 就需要接受精神科医生的 专业评估 以及透过适当的抗焦虑药 就会舒缓情绪的问题 而合併治疗呢 就是 有临重研究显示 就是说 混入焦虑症的朋友呢 他们接受这个 认知行为治疗 和药物治疗呢 是更加能够有效 去帮助他们 缓和这个焦虑的感觉 那我有机会去预防自己 去患上这个焦虑症呢 其实是有的 那就是说 你要接受一件事 就是 焦虑是一些正常的情绪反应 那第二就是 对自己的抗疫能力 要有信心 鼓励自己 逐步逐步地 勇敢去面对害怕的事物 或者情景 第三就是 当尝试面对害怕的事物 或者情景的时间 无论是成功与否 都要欣赏自己 因为你杀那间的避免 只会加强 和加速日后的焦虑感 而且要记住 定立一些健康均衡的生活模式 每天都要有充足和休息的休息 和睡眠时间 每个星期都应该有定时的 松弛新生活动 或者去做运动 那就最好了 另外就是 可以因应自己的兴趣 阅读有关 一些焦虑情绪的书籍 帮助自己 增加对情绪管理的认识 以及一些解决方法 如果你是做家长的 你发现到你的子女患上焦虑症 家长又可以怎么做呢 其实刚才也说了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你要接受焦虑 在一些正常的情绪反应 你要对你的子女的抗疫能力 你要对他们有信心 以及鼓励他们 逐步勇敢去面对他们害怕的事物或情景 当子女尝试面对他们害怕的事物或情景 无论是成功与否 其实家长也要认同他们的努力 以及表示欣赏 千万不要把子女 譬如小孩说害怕 一生你就把他拔走 去离开他害怕的现场 其实你这样是帮不到的 另外家长要尽力去鼓励所有的照顾者 譬如说对子女要正面 以及要一致的管教方法 因为如果 刚才刚才说到一件事就是 一个不打的不闹的 一个又打又闹的 那些小孩很难去评估 就是说为什么我做这个行为 为什么爸爸可以不理 可以不闹我不打我 但是为什么妈妈又闹又打 就是变成了一件事 会令到小孩很难以适从 再一件事就是说 家长面对自己害怕的事 其实自己家长也会害怕的 其实他自己要身体力行 他不违避 就会成为子女的好榜样 假设 我刚才说的 那个护士 他很害怕蟑螂 如果他是能够克服到 他知道这是一个昆虫 只要我捉到他 我打死他之后 那就没事的了 我就不会再害怕的了 那么 小朋友见到之后 就发觉 原来妈妈已经聪明了 以前会跳过上梳化 跳过上桌子 或者认 才走了 但是现在他可以处理到 那就成为子女的好榜样 还有就是要为子女 去建立一些均衡的生活模式 也是一样的 有充足和休息的睡眠 每个星期也都是 应该有一些定时的松弛新生活活动 带他们去玩一下 去做一些运动 也是一样的 家长是很需要 去因应自己的兴趣 就要有关于 一些焦虑症的书籍 了解多些病的时间 你就不觉得 是很难去处理的了 另外 在一个访问之中 其实原来 我们有一些很熟悉的明星 其实他们也曾何时患过焦虑症 例如周远华先生 原来他在2001年的8月、9月开始 因为他要拍这套《恶虎藏龙》 而他的压力太大 而患上了这个惊恐症 他说当时他经常失眠 觉得呼吸困难 飙冷汗 以及担心自己随时会暈 当时他曾经要求医生 去帮他做身体检查 但是情况也没有改善 后来他定期去见心理医生 三个月之后 情况就改善了 当时他的医生 就跟周远华先生说 其实他的不安症状 就是因为 他可能要进军荷里活 所以就会令到他有很大的压力 他也担心自己未必做得来 觉得自己的医生太高 所以他就教周远华 学会放松心情 放下压力 以及他也服用抗衣抹药 情况就有改善了 另外一位病星 他就叫周柏豪 原来他说他在入行之前 都曾经患过焦雷症 周柏豪接受传媒访问的时间 他自己也说当时他一个人住 没有工作 又经常发脾气 不想见朋友 后来他接触了音乐之后 才慢慢好起来 根据医管局的资料 其实焦雷症是包括了 广泛性焦雷症 恐惧症 惊恐症 强迫症 和创伤后压力症等等 而高达20%的人 可能一生之中 都曾经患上过一种焦雷症 男女比例大约是1比2 焦雷的成因和遗传 都是和遗传和压力有关的 所以 如果假设当你真的发觉到自己 广泛焦雷症的时间 第一时间就是去求医 多谢你们今天的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